Hello大家 下午好 傍晚好 我头发太长了 打算到小区里去剪个头发 最近在开播的时候呢 总是有人问我 说泰国的房子啊 什么的 各类各类样的问题 然后说有的中介跟他说 哎呦 你不买就来不及了 有房子要剪漏了 问我这种可不可信 那我的意思呢 是什么呢 中介那里说是有剪漏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一般来说这一类的情况 你真正能剪到漏的概率不大 有的中介可能真的能给你漏 但是这个我觉得概率确实不大 因为你去想 如果说真的有漏 而且是大漏的话 那你说那中介干嘛自己不剪啊 是吧 那有很多人说那在泰国到底买房子能不能剪到漏呢 其实我倒是真的知道一个剪漏的方式啊 这个方式 反正就告诉你们吧 就看看你们究竟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有能力的话还真的是能剪到漏 我正好走到这儿 正好我们旁边的这一栋房子 你可以看到我们小区里啊 就这栋房子是白的 其他房子都是黄的 看到了吧 我给你们看一下 像这栋房子 这栋房子它为什么是白的呢 因为这栋房子它被银行给收回去了 之前的这个房主啊 它是由于还不出房子的按揭款 所以的话就被银行把这个房子给收回去了 收回去以后 现在卖出来的价格确实很便宜 因为我也是听我们隔壁邻居说了我才知道的 他说这个房子现在银行收回去以后 大约卖的价格是2.4 也就是240万 它这个房子的土地其实挺大的 旁边有这一块 因为它当时买来 我估计这个价格也是远远不够的 这个房子我估计它比我们的这个要盖的晚 我估计大概5年左右吧 因为我们小区啊 现在的这个房子 我给你们看啊 我们小区现在的这个房子 卖出来的价格肯定是没有300万以下了 你看像这个地方它有个房子在这里卖 看到了吧 它的价格是360万 3.6嘛 3.6就是360万 那它现在这个房子在卖240万的话 相当于折合人民币也就是45万人民币吧 卖的是确实很便宜 那在泰国呢 它买房子啊 一般来说我们自己如果房子想卖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铁门啊什么地方 我们就会挂一块布 这块布上面写上电话号码 那让你们买像这个房子 你看 银行收回去以后重新都粉刷过了 然后栏杆啊什么都都漆过了 但是它不挂 它没有挂 所以你在小区里逛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的这个房子是谁在卖 卖多少钱 你们如果真的想捡到漏啊 无妨去看看像银行的这一些个网站 我因为之前我也没有关心这个事情嘛 因为最近就不停的有人问嘛 我也就帮大家去查了一下 你看啊我就是找了一下就是KBANK嘛 泰国比较大的一个银行 因为泰国有很多很多的银行 这个就算它比较大的一个银行 你看里面的这些房子 像这个山塞的啊这块区域 它的房子这个下面的这个价格是230万 30多万这个是原价 现在是199万9900 就算200万吧 算是捡个漏 像这个是240万的房子 它现在也在卖190多万啊 相当于200万你看这个是113万的 它再卖到960多万 但这个是在暖屋里 我不知道暖屋里在哪个地方也不太了解 只是清卖我可能还熟悉一点 因为我们在看到这一类的房子的时候 呃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我们生活在泰国的人生活在清卖的人 看到就觉得这些确实是比较了 算是比较大的漏了 你看像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就类似于我们小区的这一类房子啊 它是比较像的 而且它的地点是三塞嘛 三塞也就是我们周边的这个区域 你看看基本上都是300多万的房子 它现在238万在这里卖 啊这一类的我觉得倒是真的还算是能捡到漏的 你们如果说要来想要买这类的房子啊 你们可以到各个的银行去看一看 有的朋友上次也就说 哎那 希望你但凡拍什么你就是卖什么对吧 哎呦这里还有个二哈 所以我也就在说你们如果看到这一类的信息啊 千万不要来联系我跟我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过会在这里说哎呦银行在卖二手房又有人要说了哎呦 拍了个土地又说你想卖地了 反正我在这儿先说明白 谁都别来找我啊 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给你们提供了这么一个信息 你们如果说是哎真正的真正的想买到一些简陋的房子 你们无妨到银行里去看看 不是说只有一条路对吧 我只能问中间 像银行也是挺好的一个渠道 当然了你要去买这个房子之前你要去了解一下 这个房子是什么原因在这个地方 银行把它卖出来你说如果说家里发生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是吧 你说这样也不太好 你说如果了解了 它纯粹就是因为按揭款还不出啊 那你这个房子被银行收回去了 那我觉得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这个也就是我们小区 给你们参观一下 像我们的小区就是这样 它所有的房子其实造型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有的房子的造型都是一模一样 价格的高低无非就是说所处的位置 像这种鞭套就会贵一点 因为它靠着马路嘛 不是两边都挨着邻居 所以它会贵一点 另外呢就是土地如果大一点的话 也就是会贵一点 像后面的这几间 你看那边也是在造一些新房子 这个是我们隔壁的小区 这个不是我们的小区的房子 那个房子我也去了解过了 好像也要卖到两百五六十万吧 但是那个小区就没有我们小区的房子的这种间距啊 什么比较大 你看他们的间距就很小 这个是个私人开发商 我们这个小区算是一个大开发商开发的 在整个清迈大概有20多个小区了吧 反正我们的这个房子几乎就是造出来一间卖掉一间 泰国人造房子和我们所理解的小区开发它不一样 它是几乎是造一栋卖一栋 就如果说实力强一点的它是造一排就比如说这一排房子 它整排都造好了 然后就开始卖了 这排房子卖掉以后它再来开始造下一排 所以我们小区的发展是从最那边开始 然后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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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过来 越造到后面的这个房子也就是说年代离现在越近了 最早的那些可能有七八年了 到最近的这一些可能也就三四年吧 是这样的情况 这里也是这样你看前面都已经有人搬进去了 后面这里还有人在造呢 行了到这个理发店我来理个发 然后泰国有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就是民宅嘛 自己家里嘛自己家里 然后他就楼下自己搭了一下 搭了一下然后就理发了150泰铢理个发 也就是30块钱人民币理个发 它要是一天如果说有个10个客人300块钱一天也挺好了对吧 这样的话一年也有10多万人民币了 我得干 拜拜 OK 好 剪头发 理完发了 理得怎么样 还是可以的啊 手艺还是可以的 刚才进来的时候天是亮的 出来天都已经开始黑下来了 哎呦 小区里的人溜溜狗是吧 行了我们边走边逛啊 啊刚才我不是前面在那里说吗 就在说哎呦你们千万别来找我啊 是我不干这个不干那个 哎我就想到个事就是为什么说这些话呢 就因为真的是这两年的自媒体做下来以后啊 真的哎呀真的是终于见识到了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不友善的人 是吧所以的话把这个事今天先说在前面 因为之前啊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嘛 你接触的无非也就是身边的一些人啊 同学啊朋友啊同事啊啊包括亲戚啊什么的 那总归跟你是差不多的一个层面的人 那你说很多人嘛在一起他就无非就是说大家比较兴趣相投 或者是心情比较爱好比较相同啊所以会聚在一起 结果到了网上以后我才忽然意识到了做了自媒体以后我就意识到了 哇原来这个世界上不友善的人有这么多 就像前两天我不是最近就拍了好几期啊 一期是一个江西的哥们是吧带着一万块钱来了赚到了一百万 哇他昨天昨天联系我的说是看了他下面的那个评论啊 他说他都快抑郁了啊 我也跟他说我说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 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点是你一万块钱变成了一百万人家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事情 对吧有人说哎呀说他是什么骗子呀什么呀还说哦呦小心啊被他卖到哪里去尬腰子 哎呦我真的觉得是无稽之谈人家无非是分享了一下自己的经历对不对 就会被那些人就揣测成这个样子后来我想明白了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就每一个人啊 其实他所经历的事情包括他的学历也行包括他所见识的东西也行包括他生活的层面也行都是不一样的 对于他的认知以外的东西他就会开始忽乱的瞎猜了是吧而且见不得人家的成功 就包括那个昨天吧发的那一篇就美国那哥们不是到清门来找我玩吗一起聊天也联系我了今天啊也说哎呦下面那个评论看的他是真的是啊气不大一出来哎所以我也就在说啊你任何人你只要上来分享你只要来说点啥一定是会被被人喷的啊我后来我做自媒体我刚做的时候也一样天天生气天天生气啊现在两年下来了我也觉得金刚不坏了我已经啊 人家说啥呀什么我都不在意啊这个本来就是我的一份工作你来看我的视频反正你就发表你自己的意见我们不是一类人只不过我们所有的想法都不一样我们肯定就交不了朋友的对不对你爱说啥你去说啥去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是吧我想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啊你所遇到的所有人呃之前我们遇到的人非常少不像现在我做自媒体了我发一篇上来可能几万个人来看几万个人有不同的意见肯定很正常啊 里面有不同意见的人肯定很多啊对吗这个世界上你所有遇到的人有的人他是来修你的爱心的有的人是来修你的善心的有的人他是来修你的耐心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看透了就行啊今天反正我分享的这个事情你爱信不信对不对爱信的人你也许他自己哎我去找找银行那泰国有那么多银行呢我刚才只是展示了一家比较大的嘛他泰国估计十几二十家银行都有 而且是越小的那一类银行我估计可能这一类的信息可能会越多因为大银行相对来说贷款会比较难一点嘛有些小银行贷款容易啊他也不来考察你的一些资金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买到了以后还不出贷款的概率可能更高这个当然会我自己想的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如果真的有这一方面的需求你们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搜一搜因为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你要是如果实在觉得上网不方便哎那你也可以一个个银行去跑嘛 他们一半银行门口的布告栏上都会贴着他不光是有居民房他还有那个土地啊包括还有厂房都会有这一类的信息可以去了解一下行了走的差不多了我到家门口了吃晚饭洗个澡吃晚饭睡觉了拜拜